有感降价,机票跌千元,周品减五块 国际油价狂跌,最近半年国内955千汽油已大跌了7.6元 预计下周还要继续跌,要跌破28块了 交通部最近不断找运输业者喝咖啡,就是道德劝说啦 虽然国道客运在八年前订票价时,汽柴油的价格比现在还便宜 航空燃油也还没到降价的门槛 不过下周一起,国内线机票将推,离峰五折优惠 中长城国道客运也将含累降价10元到30元 听到可以省钱,林郑再高兴不过了 是一天是130几吧 这样应该也一天省30几块,但很多 除了油价外,日元贬值,猪肉下降 终于带动民生物资要降价了 爱买昨天宣布,要调降上百项的日系商品售价 最高可降47%,台糖猪肉已降价,下个月糖还要降价 中品业者袁世林则打算在扩年后调降三款商品价格 但是那些在油店双涨时很撑不住 飞涨的那些业者现在都两点 一般的餐厅那些的,之前就是涨很凶 然后现在应该都是可以降下来 很多民生物资和外食价格还是不动如三 根据主机触统计,上个月的外食费 不跌还涨了4.4% 学者认为民众对吃的民生用品的感受比较大 政府因公布原物料成本比业者降价 用新闻拿出良心,该叠的就叠,报导